像我有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有放範例檔 當然你不見得需要用我的範例檔 你可以用其他的範例檔都沒關係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也許假設我們隨便存取一些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邏輯函數裡面 這個邏輯函數 它是一個Excel檔我把它傳上 不過傳上去之後呢 它沒有轉 直接把它下載好了 因為我丟的時候呢 還是丟Excel檔 沒有把它轉成Google試算表 那你可以把它開啟之後 假如說我今天呢希望 在那個我的 拍攝裡面看到Excel檔案就可以了 大概這樣子 那要怎麼樣能夠被看到 其實做法就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但是特別注意喔 請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另存成CSV的話 它不支援多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它只能夠存 第一個 工作 有沒有 下面 我們本來不是下面有這麼多個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希望 看到的是 假設這個綜合練習的話 你可能要 另外 再把它放在第一個 或者 這邊一定要這樣 丟到前面去 這樣子才會 另存的時候才會是它喔 它一定是只能存第一個 那假如我們練習是 一扶這個好了 比如說這邊有這些成績 我如果假設希望看到這個 那底下可能不要說明 OK就是這樣子 然後 假設 假設這樣這樣的格式 這邊格式好像少一個姓名 你可以再補一個姓名好了 自己再把這個 姓名補上去 好假設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希望喔 最後能夠在 那個 Python 裡面看到這些資料的話 一 另存新檔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 把它直接就存在 根目 我是下載裡面 所以直接把它存 存的檔案是CSV 這個應該沒問題不要找錯了 然後直接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他會跟你講說你選取的檔案只容許一張喔 所以一定是第一張喔 那我按確定 就是我要的 然後他說什麼呢 是不是要保持 那就試好了 它逗點 好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Full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在下載區 我直接切到那個下載裡面 然後路徑呢基本上是在這裡 按右鍵喔 可以編輯看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底下好像有多一些這些喔 因為可能你之前有編輯過的話 他好像會保留 所以怎麼辦呢 你乾脆手動Delete 也可以啦 不Delete沒關係啦 我們主要是 練習把它直接讀進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 直接把它丟到那個什麼 我們Python的環境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絕對 一個相對的 相對就拖拉過來 放開 它會在這邊出現 02邏輯函數 那如果我要直接 開它的話 我的習慣是重新命名 把這個路徑找到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喔 蓋過去就好了 那這個因為不是絕對路徑 所以不用R 把它執行看看 這個 就過來了 OK 因為它也會切啦 然後呢 再來如果是絕對路徑的話 你可以練習啦 這個路徑按右鍵 編輯一下位置 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到這邊呢 把它貼上 加一個 反斜線 前面呢 就加一個R 這樣就OK了 這一招呢 真的太好用了 因為真的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這樣以後你的 Excel檔喔 全部都可以拿到 那個Python來處理了 所以以前你用VBA處理過的檔案呢 你也可以試著 在Python裡面改寫看看 比如說以前我們不是在這邊有個 什麼成績 就是 ABCD對不對 那如果我希望呢 讀進來的時候 請你再利用Python以前教過邏輯 判斷 在後面再加一個 ABCD的話 要怎麼做 反正以前 有如果學過VBA班的同學啦 你就可以 順便複習 順便把以前VBA的邏輯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轉成我們前面講過的那個 Python有講過嘛 邏輯 一重兩重多重嘛 對不對 如果我希望在後面 請你幫我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那個 這個地方 再補一個東西進來 List裡面可以補啊 對不對 有沒有 然後 你可以或者甚至你 你再加一個在後面 然後後面的話就讓他顯示ABCD 假設啦 這個這個東西 也許你回去可以想想看 試試看 不要每次我都直接 給你答案 這樣 說不定像現在同學會回饋 就是 會回去想想 然後 下次也許可以給我答案 然後呢 雲端上面有很多範例題 以前都有教過 請你把VBA裡面的思考邏輯 能夠轉多少個變成Python 其實都可以 不過這個應該蠻花時間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當然先講到這邊 就是 請你把什麼 要不就拉過來 要不就直接去讀取那個檔 那我把它直接讀取一下 應該也沒問題了 直接就 這個實際上就是讀取哪一個呢 我下載下來 的Excel檔 把它轉換成 CSV 的 這個檔 有沒有 CSV 那這個那就可以解決什麼 11 Python跟 Excel之間的交換問題 那中間 其實不過還是有點麻煩 因為他還是要另存成CSV 不過沒有辦法 這應該是目前 在不使用 其他外部套件的最簡單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外部的 那你找一個檔案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待會我們就要來看那個Dictionary 就是字典檔 那字典檔要怎麼做 Excel 你這邊一樣可以做出一個字典檔 我這邊秀出來 假設誰的成績多少 誰的成績多少 那其實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改什麼 如果我今天 假設說我讀取的是什麼 一樣讀取什麼 讀取那個什麼呢 不是 讀取到那個 我們的 會員資料 那會員資料裡面呢 假設我只要 其中的兩個 欄位 哪兩個欄位呢 就是我只要知道他的名字 跟他的電話 名字電話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有姓名 跟手機好了 那我希望把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幫我放在字典檔裡面 然後並且把它秀出來 這個要怎麼做 我想待會 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那個剛剛講的 就是 那個 邏輯函數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練習至少會開檔 練習至少會 把那個 Excel的檔案 存成 CSV 至少 你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 以前 Excel裡面的任何檔案 全部 都 可以很快速的 在 Python裡面 可以被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針對這些資料 做什麼 做後續 看你要怎麼處理 當你處理完之後呢 你還是可以再輸出 所以輸出的話 你可以用 File裡面有個 本來是 模式是R 你可以把它變成W 輸出 輸入 然後再 輸出 也就是以前用VBA的 其實也都可以全部改成用Python來處理 輸入之後再丟出去嘛 不過Python也只能輸出成CSV 你就 再存一個檔 比如說也是邏輯函數 後面加一個什麼 玩 加一個什麼什麼 惡之類的啦 反正就不同檔名 表示說這個是處理完的檔 Excel的人他直接開CSV 他也會直接用Excel打開 也是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像 那個成績函數的那個什麼呢 比如說算平均 成績之後的那個ABCD的 當然你可以 在 VBA可以處理 那在Python裡面呢 有沒有辦法處理 處理完之後幫我丟 傳真一個檔案 如果這些都OK的話 以後 假如說 你不用VBA來寫啦 其實用Python也可以啦 這也沒有問題了 變成你多為一個工具啦 以前寫過的東西也都可以把它 再改寫 其實如果透過這些訓練啦 你每個都可以全 感覺好像都很簡單的話 那 理論上喔 這以前 你變成有兩種工具可以選擇了 你不見得一定用VBA嘛 雖然VBA已經夠方便啦 但是Python總還是有 外部套件 他蠻多外部套件的 像機器學習的 Machine Learning部分的 或是像科學的 還有像一些數學的 甚至影像辨識的 這些都是Python的強項嘛 還有 網路爬蟲 那當然這些東西 你可以什麼 哪些強 你就用哪些部分 兩邊資料交換 你可以 透過CSV 我想透過CSV應該是 目前想到應該是 不使用外部套件的最簡單的方式 而且程式其實也蠻簡單的 然後面處理的話就看各位 再把這邊做一個延伸性的練習 試一下